是,好啊 然後幫Chirama Keep TT 解答 就是3606 他說跌穿38元,多少錢入比較好呢? 另外也有一個人,阿楓 也是想問3606蜂魚玻璃的 他就是有貨的 就38元這麼對 現在是不是穿了底,要不要止蝕? 有一個就有貨,要不要止蝕 另外他就想問多少錢入比較好 38元是關我事的 因為我這隻是我提的 當初看好原因就是中長線 玻璃價格有機會提升 還有那個出貨量都會增加 那就下山三千字啦,大家買了嘛 好了,跌了下來 我暫時留意不到他自己的負面因素的 但是我只能夠怪就是 本身的大市啦,就像剛才所說 那個大市你對回復圖 其實都是這樣跌下來的 那麼他短線 沒有新利好消息 當大市跌了成三千點的時間 兩千多點的時間呢 他跟著跌了 好了,所以你問我呢 當然都是那句 其實可以不買東西的 不行,我真的想買 那麼其實是這些價位可以先買一注的 好了,但是你知道 第一,圖表上是跌著的 第二,是大市還沒找到的 你要有一個捱價準備的 好了,反過來 朋友買了38元 我會傾向的就是繼續拿著的 但是如果你說都對於後市沒什麼信心的話 或者本身你都不是很信複業玻璃的 只不過因為這個肥胎講過 所以你,我給你面子買一下 好啦,那又是老套那樣東西啦 10%黃燈,15%紅燈 做回風景管理,拿回現金 那麼,因為現在這個市況呢 那麼,都穿了那個箱底 很多股價都超過的了 就是說,我說38元是合理 你分駐買呢,其實應該不死的 但是他難保可以落35元 34元,33元 都有機會的 因為現在我看到市場上 人家說的恒指 要是市場就2,800元 就是因為雙底破了 就看雙頂了 雙頂的量度跌幅呢 就是2,800元 好了,再下面呢 就是疫情底嘛 就是說2020年的3月18號的低位 就是2,1,1,3,9 所以,假設市場的說法是對的話 恒指了1,300元跌 那麼,這些股份跌多5-10%呢 也都不奇怪的 所以,第一你要問自己 對他信心之數有多大 第二,你本身拿了多少貨 如果你本身不單止說3606 如果你本身整個手都是貨的 那麼,可能你只是看位置 做一些減榜的動作了 但是,反過來 你貨根本不多 你又想著看半年至一年的 我一向都是看半年的 那麼,我就覺得呢 是可以繼續持有 但是持有是有風險的 他繼續跌下去呢 你就會害怕的了 所以,我只能盡量分析前景 但是呢,最後決定交給你自己了 看看會不會做一個黃德、紅德的動作了